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 在香港時間星期日深夜 透過社交媒體宣布離開香港前往英國 他離開正當北京對香港的政策和自由 越來越收緊之際 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已經有很多香港新聞工作者 和知名的政治評論人士 陸續離開香港 鍾建華在他的個人面書帳號上 是上載了兩張從香港國際機場拍攝的照片 並且發表了一篇長達2,000字的文章 表示要離開香港 並且打算在海外生活一段時間 他在這篇題目為 不願作逃兵、無奈需被巡的文章裡 並沒有直接透露什麼原因離開香港 也沒有透露是否受到任何勢力向他施壓 鍾建華在文章中說 也不想讓很多愛護他的 關懷他的親人和朋友 繼續為因為難以預計的污濁與黑暗 而為他常感憂慮 更不願以父母為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而休息 只是抱歉不辭而別 遺憾未能與各位一一話別 鍾建華說 在英國統治香港時期 見證了殖民地時代 由相對封閉走向較公平開放 他說英國人 沒有承諾過香港人什麼 但是那個殖民地政府 尚且還能展示現代文明的某種風範 相對今日 這個吊詭地成為被某些人形容為 曾經在殖民主義鐵堤下成長 和生活過的他們這一輩的大行 相對於這種過往 更令他感念慨探 在這個所謂強國盛世下的新世代 竟然要好像十年浩劫前後的那些所謂的同胞 無奈被迫無選擇地接受那種 以蒙媚世人為目標的洗腦